我们的总统特朗普总统签署的PPP宽署灵活法案 所以在6月5日我们的总统签了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有好几个主要的更新 待会我会跟大家一起一一的分享 在这个3月27号的时候呢 联邦政府批下来一个Care Act就是法案 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 接下来在4月初PPP薪资保障计划也正式的推出 好今天我主要讲的就是PPP主要的更新 这PPP的更新呢有七个项目 第一呢就是PPP灵活性法案之前呢 那个宽速期是只有八个星期 现在呢新的更新以后 我们就得到24个星期的宽速期 之前当业主得到了PPP的贷款以后 从他得到贷款以后 有八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必须要将这个PPP的贷款 特别是这个宽速的这个金额 要把它全部在花命栋上 不然呢他们可能就得不到赦免 新的更新以后 他们业主呢就有特别 比较交场的时间 24个星期 那就业主的免还钱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特别是在这个期间 如果他们是早期得到PPP的 那么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还不能开始重新开业 那但是这个八周八星期就开始开始counting 所以呢我们就他们就有很大的挑战 什么我怎么样可以符合这个八星期的 的requirement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更新呢就比较好一点 有24个星期就大概是六个月的时间 宽速的部分可以用完 第二呢 第二在这个主要更新之前呢 那个宽速部分呢 就是只有就是75个percent 比如说业主得到了10万块钱 他们必须要用上75个percent 就是75万5的贷款部分 必须花在那个工资上方面 如果他们不在那个限期里面 把这个75万5的部分 宽速部分用完的话 在工资方面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可能得不到赦免 比如说他们只是用上了7万块钱的贷款 在工资方面 那么那个5000块钱的贷款就得不到宽速 那是之前 那是之前 现在呢 这个比率呢就已经降低到60个percent 而且又有比较长的时间 24个星期 所以呢 这是对我们的业主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特别是他们可以有较长的时间 而且比较少的宽速部分 特别是那些小型企业 6月5号之前得到的PPP贷款的业主呢 他们有可以选择要用8周还是24周 所以他们可以跟他们的银行贷款的公司 可以跟他们申请说 我要现在因为新的条法案 我希望可以换成24周 那个宽速期 但是呢 有很多小型企业 他们也可以选择 我不要24周 因为他们如果之前得到的这个贷款的话 他们的8周已经开始计算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划算 要延迟到24周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他们都是有机会选择 到底要8周呢 还是24周 就是说比如 但是如果就在6月5号之后 得到PPP贷款的企业呢 他们就是一律都是24周 第三个更新呢 就是之前贷款限期只有2年 现在的新的法案就延迟到5年 所以他们有5年的时间 30号 现在呢就延迟到12月30号 这个Safe Harbor就是安全日期是用在计算 互用相同数量的员工 所以这个PPP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PPP是新资保障计划 所以拿到这个PPP贷款的企业必须要恢复他们之前 就是2月15号之前 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 officially的时候呢 他们的全职员工 或者是相同数量的员工 他们必须要可以符合说 我拿到PPP了 我把我原本的相同数量的员工 我都全部都雇用回来了 但是他们只有在6月30号 之前必须要符合员工的数量 所以这个延期也是一个很好的更新 对我们的小型企业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延期延期了多6个月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期间 我们的企业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 重新去跟他们以前 他们的员工联系 把他们重新的雇用 回到他们的企业 刚他们开业的时候 可以完全的雇用 他们回到公司里面 接下来呢 这个全职员工计算宽署 就有一个宽署在里面 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这企业 无法重新复用 相同数量的员工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解释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 可能他们的企业还不能重新开业 还得不到他的green light 需要自己可以开业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他们的员工 因为现在在接受 那个事业领 那个事业基金 而且这个联邦政府 都是他们 这一次的那个 事业基金的 unemployment benefit 很高 所以有很多那些员工都不愿意回来工上班 他们说好 等我到七月三七月尾以后八月我回来开始上班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那个特别增加的那个六百块钱 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的企业他们希望可以请为他们原先的员工 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去训练啊 不用再教他们啊 就是我一开业 我的员工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计算宽恕 就是健康或者是安全的原因或限制 很多时候 现在我们那个social distancing 所以就算你开始营业了 但是卫生局啊 还有很多的条例 可能你的餐馆不能符合健康或者安全的规范的话 那么可能你还不能重新开业 或者你有一个limitation 就是原先你的餐馆可以做有20张桌子 现在你才有八张桌子 那么你没有办法把全部员工都请回来 因为你现在都不需要那么多员工 所以那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PPP新的PPP灵活性法案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业主有这个员工计算宽恕 那我们的PPP业主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他们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 不用说担心说我的PPP得不到宽恕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更新 接下来呢 我们我要 刚才我忘了提醒 就是那个60%的贷款金额可以赦免的 这个更新 这个是其中一个negative 就是说 以前呢 如果你用不完那个完全的宽恕部分 那只有那一部分得不到宽恕的 你必须要偿还 但是现在这个60% 如果你没有用完这个60% 在你的工资方面 很可能 很可能你就完全得不到赦免 所以我必须提醒一下我们的业主 虽然你有较长的时间去花这个 这部分的宽恕部分 也这个宽恕部分的 的限额也比较低 但是你必须必须要 一定要用上60%来发工资 OK 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在 那个小型企业在 就是说希望没有 这个条例 可以更加的更新 就是如果我用不上60% 我还是可以得到赦免 不是完全得不到赦免 接下来第六个更新 就是确定宽恕金额之后 我们的业主 才开始偿还 不被宽恕贷款的金额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比如说那个八星期 当业主用完了 那个PPP宽恕部分以后 他们向银行申请宽恕 但是银行呢 可能要花上六个月的时间 去process这个 PPP的宽恕的过程 所以那么 如果你还不能确定 你的宽恕金额 那你又怎么样 可以确定你这个 不被宽恕的贷款金额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 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当然我知道我欠多少钱 我才知道我要该还多少钱 所以 所以这一个新的更新 是非常的 是重要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 安顿一下 说我不用那么紧张 不是说我十个月以后 就开始必须要偿还 但是我又不知道要还多少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头痛 很多时候银行也不知道 到底要还多少 最后一个更新就是 雇主工资税延迟 这也是一个非常 给我们的业主很多的 relief 就是说 就是只是 雇主工资税的部分 不是员工工资税的部分 他们就可以把雇主的工资税 部分延迟到2021年和2022年 但是呢 我也要提醒一下雇主 就是说 如果你延迟 那你2021年 2022年的时候 你要交的工资税是 double或是triple 但是到时你有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周转 那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虽然我们可以得到延期 但是如果可以 不需要延期的话 我也提议雇主们 开始把这个工资税交上去 因为可能到2021年 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还是要小心一下 要顾虑到两年以后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现在你可以付的话 我是提议雇主们 把工资税交上去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 重要信息 这重要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PP虽然有很多更新 但是也有很多保留付片 比如说这里PPP的金额 它没有改变 但是它可以 就有较长的时间来使用 这么说就是你宽数的部分 你的机会得到宽数的 就是比较高 的机率就比较高 我也希望这些业主 他们得到这个PPP的贷款 也完全完全的得到 全部的赦免他们的PPP 但是呢这些信息都是 随时在变化和变动 就是说好像这个上周五 在开始 这个我们的总统签了这个 PPP灵活性的法案 可能在两一周 一个月以后 可能又有更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 比较积极一点的去关注 这些发展 第二个我要讲的没有变 保留不变的就是宽数金额 不是应税收入 所以你不可以把这个 PPP的贷款金额加入 成为你的收入 业务上的收入 OK 那下一个呢 也是跟这个宽数金额 收入有关就是 你不能把它加成 作为你的收入 你的PPP的费用 也不能作为税前的扣除 另外第四个 重要信息就是申请人 我们有很多这些小型企业 刚PPP开始 开始推出 推出以后呢 有很多大家都很积极的去申请 但是呢 之后他们也有很多小型企业 申请人 他们 这PPP批下来了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拒绝了 所以这些企业如果 他们拒绝PPP以后呢 现在他们还是可以重新申请的 我知道在PPP 刚刚PPP 推出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这是免费的 可以赦免的金额 大家都想 争先恐后的去申请 很紧张很紧张 但是后来详细了解以后呢 他们就觉得可能 如果我不能符合这个费用的 怎么用这个费用以后呢 我可能要欠钱还是要还钱呢 所以他们也有一点忽力 所以就拒绝了 不接受这个PPP的贷款 所以这个机会还是有 接上来第五条 就是PPP没有要求小型企业做贷款的个人贷帮保 所以他是不需要担保的 也不需要那个collateral 所以我们的小型企业就没有这么大的顾虑 一般呢如果是联邦 那个小型企业 那个SPA 他们都是需要做个人担保 但是这个PPP是没有这个需要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接下来第六个 就是EIDL 就是SPA Disaster Loan 预付款 如果你得到了EIDL预付款 就是EIDL Advance 你每一位员工就会得到1000块钱 接下来就是 如果你成功申请了EIDL 同时也申请PPP的话 那么你这个EIDL Advance 就会加在你的PPP的那个金额的项预 项预内 所以这个EIDL预付的 也是要用来使用在工资方面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积极的 怎么说 Follow up 在这个PPP的这个信息 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改变 所以可能还有不同的改变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比较关注一下 虽然在市场上 大家都很关注 PPP也有那个SPA EIDL 但是他们的申请的过程 就比较复杂一点 需要的文件也比较多一点 但是也有很多小型企业 他们都不能符合PPP 得不到PPP的帮补助 也得不到SPA EIDL的贷款 那么我希望他们不要棄累 也不要灰心 因为在市场上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贷款 不同的灾难贷款 而且也是低利息的贷款 可以帮助你们 特别是这个我们要开始准备 重新开业的时期 所以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 我们体会到小型企业都会有这个挑战 第一区非建设地区 所以它比较technical一点 但是我不希望 给你们confuse这些企业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贷款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详细的解析给你听 你是在哪一个贷款 你是会合格的 所以好像比如第一个 洛杉矶县第一区非建设地区 它的利息贷款 它的利率是很低的 蛮低的 是2.44%到4% 所以都不会超过4% 而且开始还款的时期 是6个月之后 有些可以延迟到12个月之后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好的一个项目 而且它的贷款额呢 一般都是2万块到5万块左右 要看个人的申请人的 他们的financial 第二个是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t 这是一个EDA 这个是加州县 整个县 县区的一个贷款项额 它的贷款的利率和时间 跟这个CDPG的是一样 没有多大分别 一般这个限期都是5年以下 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 CDC Small Business Financial Emergency Relief 这些都是不同其他的贷款 而且他们都是低利息 这其他这个贷款呢 特别是要为这些小型企业 他们特别是那些得不到 PPP和SPA EIDL Disaster Loan的企业 是特别为他们设计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在听众 观众如果你们知道 有哪一些企业朋友还是什么的 他们需要帮助 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 得到这种帮助的话 可以跟我们和Jennifer联系 我们会帮特别的帮助你 给你指导 我们都是一对一的 我们的服务都是免费的